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枝竹前瞻 剛剛第一節說了小黑零四 很厲害,好像識飛一樣 很有憧憬 清奮很厲害,墨斯美、哥列斯卡 聽起來很有希望 但接下來介紹這對RB來比錫清奮更厲害 因為RB來比錫今季得甲已到第二位 但他們的主力陣容只有兩個球員過二十四歲 一個是守門員的古拉斯 另一個是後防的馬雲金柏 這個馬雲金柏是後防的炸彈 所以過二十四歲 正常看來不是一群年輕人 應該是馬雲金柏是帶著班釘 他不是只是示範我做錯的事,你們不要學 他抱著計時炸彈 先說一下RB來比錫的後防線 後防線剛才提及過 馬雲金柏是計時炸彈 為甚麼呢? 解圍撻球、頭鎚直升機 全部在馬雲金柏身上找到 但他旁邊的中堅叫做烏柏蜜簡柏 烏柏蜜簡柏是季中時 在他的姊妹球隊 薩爾斯堡紅柳 沒錯,薩爾斯堡紅柳是簽回來的 名字都很熟 沒錯,RB來比錫和薩爾斯堡紅柳是姊妹球會 大家都同一個贊助商 找了烏柏蜜簡柳回來後 原來在後防幫忙撿樓真的很厲害 為甚麼呢? 因為剛剛3月的德甲最佳年青球員 三位之中他是其中一位 他是其中一個優勝者 來到RB來比錫之後 即刻旋即奠定正選地位 他的comment是喜歡拆彈嗎? 喜歡拆彈 拆彈專家 紅色、銅色、白色一剪 白色好像夠了 華迪 劉華新喜 烏柏美簡柏 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這場球 金柏有機會沒有正選 因為另一個中堅相對比較穩陣的奧賓 有機會這場球可以商業復出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烏柏美簡柳 接著講完後防線 我由約講到最強 接著就是中場的位置 中場的位置 大家最重要 有多厲害 首先一定要提到中場霍斯堡 瑞典10號仔球員 今季上場對著佛賴寶贏4比0 總共已經累積了15個助攻 15個助攻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冠絕五大聯賽 最多助攻 最快拿到15個助攻的球員 對於霍斯堡的踢法 因為奧賓的信心很好 所以他們在前場經常有個球 可以拿著做 比較容易放置致命直線 發揮霍斯堡的長處 很明顯是這群年輕人走動很多 如果他們是分球球員 那麼多球員打散 不斷走的話 要比球比較容易 對 也要介紹一下 前線方面也有天武雲娜 新進的德國大國腳 今季已經入了16球 前面是轉型的射手 RB劉比錫介紹了球星 但其實RB劉比錫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踢法 我以為是他的贊助商 贊助商、RB、紅牛 大家都清楚 球場也叫紅牛球場 他們最重要的是踢法 RB劉比錫為何突然衝擊了德甲 就是因為 RB劉比錫是一群剛才提過 全部24歲或以下的三股仔 他們的踢法相當壓迫 加上因為他們很年輕 或者可能是季初的成績 令他們信心很好 變成他們每人都多走一步 尤其是在前面拍攝的時候 留意他所謂的偽前鋒 尤素夫、普臣 奧利華、布基 暫時沒有正選 被普臣搶了 不要緊 沒有問題 還有沙比薩 全部都是很肯壓迫的 但年輕球員通常的弱點是 太個人主意 拿著球員要扭幾個 但RB劉比錫是不會見到的 其實很多球員都在薩爾斯堡、紅球那邊過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中歐球員 即是德國、奧地利那些 紀律性很強 對,其實是很關事的 因為他們壓迫的時候 他們做到一起壓迫 前面的四、五個人一起壓迫 通常對著德甲的球隊 德甲球隊講戰術、講棋位 有時可能轉數稍為沒有那麼快 就很容易逼到球回來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 RB劉比錫是逼到球後 很喜歡把球放到空位 因為多年輕人 對,沒錯 即是他不會跟你說 先保持球 先保持球 他不會的 不用跟你這樣玩 馬上擠直線下去 這樣更痛苦 對 再加上有些是很奇怪的 天武雲剛才說過 德國國家隊的前鋒入選了 根本入了16球 在德格中 是德國入球最多的球員 但是他的踢法一點都不毒色 他的踢法最厲害是那些 One Touch Pass 以及那些轉型 走位很刁鑽 斷速很高 因為他喜歡One Touch Pass 再加上整隊球都沒有人毒食 沒有人夾板扭 以及空球技術也好 又迫得球快 令他有很多機會 撕破對方的防線 幾下彈幾下 鎖入空位 跑贏你 始終年輕人好住 大家與他鬥體力 去追去哨 前鋒和後衛 永遠都是後衛徹底 觀眾有留意 當年的列斯聯 很多英招球隊無法對付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好像RB羅比石 不同的走動 有很多不同的速度轉型 令他們很多英招球隊很難應付 中次現場的活力很好 其實跟現在德格一樣 RB羅比石的對手都遇到同一個問題 對,所以這場大戰 剛才提到清分這麼厲害的 燒黑04對著一隊專收購24歲以下的 幼齒 沒錯,球員 清分的對決 看看究竟哪一隊的清分更厲害 其實如果要分析這兩場球 首先要從賽程 因為燒黑04剛才提到 錄金芝士星期四晚 還有一場歐巴杯 但在這場歐巴杯 有些球員 其實主力球員應該不會出 包括後防線方面 曲黑 因為之前提到過 場商可能休息一季 所以沒有登記 但他復出時間早了 現在已經回答了 另外也有習位球員 高拿辛迪剛才介紹過 剛剛相遇這場歐巴杯 未必會出 留力這場聯賽對RB羅比石 再加上世界球隊冠軍成員 侯偉迪斯 其實都是相近的 但亦已經復操 應該都不會對阿滋士的場球上陣 應該是留力對RB羅比石 沒錯 所以其實賽程方面 表面上好像對蕭浩黑 沒有什麼好處 但其實那邊相反過來 其實又不是真的影響那麼大 因為有些主力球員 落逐複出 對,落逐複出 再加上他們本身 其實小黑04的球員 都是有質素的 但今季排第十一位 剛才提到的 都是前鋒入球能力的問題 今場球是怎樣 今場球是怎樣 還有另一邊的RB羅比石 RB羅比石剛才說的壓迫很強 一來他們夠年輕 第二就是以日代路 其實賽程密與不密 對他們沒有什麼影響 即使他們開快車 都可以連贏三場對上 試過十天踢三場 所以這場球 我就這樣覺得 因為始終 一來RB羅比石的球員夠fit 二來他們的勢頭好 三來根本的球員 一踢來有信心 你看那些暴投已經知道了 所以這場球 但始終黑04就算主場 我相信都難逃一敗 應該輸零比二 零比二 有一件事觀眾要留意 其實始終黑04 雖然現在排第十一位 但是距離鋼班區 第十六位的奧格斯波 只差五分 其實RB羅比石剛才 肯定高一點 但是 四來之後 黑04 有可能 歐巴布結束後 都要回聯賽 要拚平 如果這場球再輸 非常危險 因為五分 其實不太多 反彈一下 反彈一下 輸了黑04 你真的 沒錯 剩下五場賽事 剛才介紹過 這場球11點半開球 看完之後 輪到今個星期的大戰 大家有時間煮過麵 煮過麵 然後準備開球 今個星期的西班牙 國家打比大戰 巴塞尼納對著王加馬德里 嘩 厲害 先講講戰績 歐聯不能打路 是的 稍後會說 巴塞尼納禁五場 其實真的一般 兩勝兩負一和 其中包括兩場歐聯的比賽 對著祖雲達斯 分別就是主場 剛剛對上那場 只能夠0比0和祖雲達斯 以及之前一場作客 輸夠三球 今次沒有奇蹟的大逆轉 另外聯賽方面 對上3比0贏了西維爾 然後輸給馬拉加 輸2比0 真的很難猜 再對上一場聯賽 以3比2贏了王加蘇斯達 其實聯賽突然一下子 失分比較多 王馬相對來說 優勢比較好 為何這樣說呢 王馬的勢頭就好 禁五場比賽 四勝一和 沒有輸過 包括兩場歐聯比賽 對著拜武尼克 在有少許爭議性的情況下 都不是爭議 當然大家看的眼光不同 優勝劣敗 其實整體來說 王馬不是看得差 兩場各贏2比1 但王馬在加蘇斯時 電定勝局 靠施朗 另外三場聯賽 分別是 王加馬得利作客 4比2 贏了尼根尼斯 是否應該這樣說 尼根尼斯 對尼根尼斯 和那場就是 王馬得利體育會 我覺得挺英分 挺正路的 一比一和 也是體育會 另外作客 贏了希康 3比2 看起來王馬的狀態挺好的 你說BBC 其實今季都不是長場BBC 都能出的 但他們的後備兵源挺好的 斯丹特意找摩拉達回來 其實是挺有用的 今季賽事 摩拉達雖然是後備 但他也可以入到12球球 這麼厲害 摩拉達的衝擊性 他和賓斯馬之間 老實說 就算摩拉達搶盟的正選 也不過份 是的 但他勝全想走 想跟進干地 因為你沒有辦法 老實說 現在的情況 就算他的能力 是在賓斯馬之上 你都動搖不到賓斯馬的正選位置 暫時 對 另一方面 皇馬也有些失意軍人 例如 皇馬有出名 譬如詹斯 詹斯上場對王家蘇斯達有出 但相信今場的世紀大戰 會再到最後備席 應該有 反而另一個 我覺得他有機會出 就是另一個失意軍人 對 但這個失意軍人 比較爭氣 對 這個失意軍人 比較多 有機會叫做好球 一時醒不醒 很容易入球 很容易入球 非常容易 很容易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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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王家蘇斯 對王家蘇斯 很罕有地用了4-4-2中場 他就是所謂進攻中場的位置 位置 位置重任 是的 黃馬方面 剛才提到BBC的組合 但巴爾未必能出 這場應該是成二 應該很難說 暫時成二 有新聞說他可能有機會 是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黃馬今季 其實前面的三角入球是多的 另外後房也有些殺手 後房只有一個殺手 大過一個殺手 今季已經剩了七顆 那個殺手很厲害 那個殺手也幫了白日姆尼克 沙哲拉莫斯 沙哲拉莫斯 一向起大賽 都能夠交功課 對巴塞的小矮人陣 馬菲歐 等下可能說 有些人不能出 其實死球偷雞 會否反而是沙哲拉莫斯 這些手名入球 或者是有些機會 可以試試他 沙哲拉莫斯 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他的衝頂很強 其實他在後面 對著百人 不要離開 那場也夠幾球 他在後面突然殺上來 衝頂 壓著贏 撐不撐得入是其次 他們應該是夾果 是的 但他的確有這種能力 亦經常做到這件事 所以導致沙哲拉莫斯 為什麼沙哲拉莫斯 對親強隊 都經常有波入 例如歐聯那些決賽 對著馬體會 13年或14年的時候 都有波入 另外也要說一下 除了大都市衛之外 也要坐陣在那些 吵人那些 守成將軍 真的要提提卡斯美露 卡斯美露總共參加過 四次的 對皇馬巴賽 這個防中 這個防中 逢抽出場 兩勝兩和 還未輸過 反而皇馬 今年的無名英雄 他也是無名英雄 當然 他真的很像當年的馬基里尼 但問題是 他比馬基里尼更好 就是腳下功夫 比他更好 或是法維奧江斯卡奧 都是巴西型的防守中場 但控球挺好的 因為他上場對著巴茂茂里克 他有求助攻 挺漂亮 他在某程度 減輕了卓奧斯的負擔 沒錯 黃馬本想要卓奧斯一個防中 怕摩迪 太過危險了 摩迪心想你不要搞我 我需要回去嗎 我不是要助手嗎 這場我相信黃馬都會比較穩固 始終黃馬在小踢一場的情況下 還領先3分 在魚客的賽程中 也不太艱辛 只剩下五至六場比賽 我相信會比較穩固 如果再放四個中場 而巴爾先任後備 我挺看好 真是E.C.GO 我一時不記得名字 雖然我很重視他 我挺好看好這位球員 會成為對中的keyman 因為其實看回中軍他組兩場比賽 其實是看得很好 對 即是黃馬這方面 有秘密武器 有大都示威 有巢人守成將軍 接著是那邊商的巴塞羅拿 巴塞羅拿 巴塞羅拿 因為巴塞羅拿 MSN就沒有了哪個號碼 哪個英文 沒有了N 沒有了N 只有MS 只有SM 甚麼叫M 就是SM 變成微軟 又微又軟 因為尼馬要停賽 只有蘇亞雷斯和美斯 其實看回巴塞羅拿 今季的比賽 其實很少 幾乎沒有 是不踢三前鋒的 剩下的位置 會由誰代替呢 其實都想了一段時間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拉芬拿 傷亡便不能出現 其實原本拉芬拿 都可以踢逆軟 另外還有艾卡斯亞 艾卡斯亞 他會有機會以逆風的姿態出現 但問題是他並不是逆風的資料 他本身是一名中風 對巴塑羅納亞的功力很有影響 觀眾可能會留意到 巴塑羅納亞近幾年的球員 甚至陣式都沒有大改變 他非常信任這十多人的大軍 但如今季遇到一些問題 我就像阿祖那樣想 有甚麼人可以幫忙 像摩拉達那些 突然殺出來幫忙拯救隊伍 好像還沒有 其實這個人就是安力基 為何這樣說呢 就是帝風辭職信 大家不要笑,是有原因的 其實安力基今年暴陣頗有心思 成效是後話 但他普遍對著一些比自己實力沒那麼強的隊伍 他會打得放一點 他會用3-4-3 主力會用3-4-3陣式 以往也是 是的 當他回到一個比較5-5波 或者就算他6-4波也好 他會穩陣一點 他就會轉回4-3-3陣式 其實安力基在這方面 都很熟悉 他都會有少少想過 我會如何出口一點 問題是今年奇兵就沒有了 旗客就有 旗客 甚麼是旗客呢 為甚麼旗客呢 今年巴塞拉簽了一位新的中堅 他叫做烏無敵敵 本人對他球技就不懷疑 因為 不需要懷疑地差 我不需要懷疑甚麼 旗客的踢法很適合巴塞拉 即是地下用球 問題是他沒有踢後衛的知覺 無論站位也好 包衛或者對人釘人的時候 他不夠身形 不夠後衛的能耐 我覺得這對巴塞拉影響很大 對著祖雲達斯那兩場歐聯比賽 對著歐洲的勁女 立即就比下去 就發現問題經常被人攜位 經常突然中間刺激 以前你說不用烏無敵敵 都會試過用馬斯柴蘭奪拍擠迫機 效果並不太差 但今季的安力機 很多時都會把馬斯柴蘭奪打上防守中場 又或者剛才阿祖所說 打三個中堅時才用它 他可能想馬斯柴蘭奪淡出的角色 始終馬斯柴蘭奪32歲 他年紀都頗大 要換班是時候的 但這是否一個適合換上去的球員 我覺得是有待相確的 禁以中前鋒入球 禁以中MSN的巴塞羅蘭 在截役的情況之下 對著一隊 其實不是非常以中BBC 但又有帶到時為有很多不同類型 很多萬數 沒錯 王家馬德里 巴塞羅蘭有沒有機會趁著這場球 可以收窄差距 令我綁上完勢緊手一點 巴塞羅蘭我覺得 中觀好像充滿弱點 但有一件事需要說 其實Garry也有提醒我 是Garry提醒我 我們之前吃飯時也有談過 其實也不是的 大家討論一下 巴塞羅蘭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們踢球上來是有隊形的 大家看看王馬 其實他們11個人 10個都很好球 問題是他們自己踢自己的球 直到現在也是 除非你說位置很漂亮 如果不是你基本上 看到王馬的球員 不會刻意做球 但巴塞羅蘭不同 他沒有這件事 他會苦心經營 每一球球 我覺得這始終是巴塞羅蘭的優勢 說回一場比數 個人覺得 宿責真的難一點 始終真的截了一邊很重要的翼 尼瑪對上一場對祖蘭達斯的比賽 是最佳球員 即是專教他 今場就立即失去他 面對著狀態大勇 斯朗拿道 難免會有些失意 雖然我會看得比較平手 因為這些打比大戰 通常一般打比火藥味和比較重 會好像第一回合一樣 都是和球 第一回合是1比1 第二回合是2比2 2比2 即是一場入球鬍 即是我們預測都覺得這場球 捱眼分體都值得的 一定要看 沒錯 但球就不要射了 對 好的 今集的知足前知甚麼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Like和Share 還要上我們YouTube的頻道 Subscribe我們的球星台 一定要 多謝大家支持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